有个朋友问我 他说这些酒明明是用有机产米釀造的 为什么不是米酒叫做白酒呢? 真的为什么呢? 又要找陈公尼科普才行 解释之前首先要明白 凡是含糖量高的物料 如菊物、水果、蟹汁、树类等 藉着微生物的作用 都可以产生酒精成分 而形成酒 如葡萄酒、日本青酒、糯米酒、黄酒等 这类型的酒通常只有十几度 正确的名称叫做发酵酒 若果将发酵酒加工蒸馏 酒度会大幅度提高到四十几度 如中国的白酒、外国的Blandi 威士忌、福特加等 凡是用这种工艺生产出来的酒 就叫做蒸馏酒 白酒是属于蒸馏酒的一种 所以以前用糧食釀造 经蒸馏酒都可以叫做白酒 但以后不行了 这个我看过的文件 新国标规定 凡是白酒的原材料成分 必须是100%来自粮谷 不是粮食 搞清楚 木树、土豆等 树类样造出来的酒 以后都不能叫做白酒 只能叫做配制酒 另外又规定凡是用了非粮谷食用酒精 或者香精来勾兑的酒 即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些勾兑酒 2022年6月开始 全部统一叫做配制酒 好 餐哥 还有一件事你漏了 在新规定里面 以后用液态法和固液法工艺样造的酒 要外加的酒精 必须要使用粮谷食用酒精 才可以叫做白酒 而采用固态法来发酵量造的白酒 标准就最高了 一定必须直接采用粮谷来发酵 不可以加水 更加不可以外加酒精 保证高级白酒的质量 不然就属于龙虚作价 欺骗消费者 其实这也是好事 让消费者有一个明确的选择 不单止 这是收藏价值的问题 就像你那几款白酒 可以堂堂正正打上 有机固态发酵清香型白酒 买回来收十年八轿 拿去拍卖行拍卖 一看什么就知道是真的 那你说收藏价值 是不是大大提高 也就是 陳总 帮我留下一百箱一五年的酒 我自己爱的 再一次